其實中國傳統畫 其實是留意看 遠看看過氣勢的 近看看質感的 所以我們遠看要看整個山的山脈很整體 和山脈的來龍去脈清清楚楚 水源由哪裏出 樓梯由哪裏上去 一幅畫給人感覺可以走進去 可以遊 可以居住 可以欣賞 近看我們法國裏面很多細節的 有樓梯上去山頂的 或者有瀑布 有些山洞 都在裏面可以慢慢看到的 我們看一張這些水墨畫 我們擺了西洋畫的一些方法 它其實是一首音樂 我經常介紹 其實是一首歌 西洋畫的元素就是點線面 中國畫的元素就是乾濕濃淡 我們就是用這些點線面乾濕濃淡 形成一種節奏 這個節奏它其實是一首歌 它四面四角就完整整的一首歌 如果不是裏頭這些 如果你細看的時候 它裏面有很多很細的很具象的東西 如果不是這些具象的東西 你看其實這些地方是很抽象的 中國畫我們說的可遊可居 我們可以進入一張畫裡面 去遊覽 去生活 去居住 我都希望這個系列 抽象都可以進去可遊樂居 所以我就放一些很具象的小人物 小人物有一個作用 也都看到那張畫的比例有多大 你對比一下人是多大的時候 那個山有多大 或者你想像它其實不是山都可以 我們其實這班人都是 或者近這一百年都是 我們都是在尋求中國畫的一出路 即是可以是怎樣去發展呢 尤康尤為的時候已經說了 八年前已經說了 我們也都曾經有一些不默的戰 即是說不默是否應該做保留一下 中國傳統畫其實是可以留意看 遠看 看過氣勢的 近看